我们经常喜欢强调建筑的宏伟和难度 但是微小的建筑其实更能贴近人的生活 小建筑系列陕就邀请了欧洲建筑师打造四座 长宽不超过1.5公尺的超小建筑 有一些是小型图书馆交流站 有一些是写信亭 其中国际知名英国建筑师 他就创作了一个不规则造型的街头留声机 他会在街头播出动听的歌曲 这个色彩缤纷造型奇特的装置 绑在货车上穿过台北街头 最后落脚在敦化南路的灵鹰大道 这是英国当代知名建筑师Sir Peter Cook设计的音乐小摊子 因为这些是一种木材的图书馆 它有点的装饰 有点有点想法 我认为是从海岸的背景 这就是海岸的庙子 以缤纷的色彩打造不规则的造型 小摊子不时播放音乐 路过的行人还可以放慢脚步欣赏 今年的小建筑展邀请欧洲建筑师 设计四个不同功能的小摊子 十月份分布在台北街头 而现在都集中在中山设计园区展出 这个长宽1.5公尺的小摊子其实各有功能 建筑师陈廷娜长期旅居英国 这次他受邀回台设计的作品信塔 就是他对台北的印象 他回到台湾就是像我刚刚提到 他觉得内湖这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 特殊到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为了人 在设计的街道尺度 他觉得这是为了车子在设计的 车子的车道 其实人心上非常宽 但是那个不是为人设计的 就是让人这样匆匆走过 完全不会停留 这个原本坐落在内湖科学园区的信塔 长圆筒的造型让人可以在里面停留 写信给自己 建立起人与人的沟通桥梁 第一次来到台北的挪威建筑师 设计纯白色的书籍交流摊 他邀请当地居民来这里阅读 交换看过的书 你有看到他设计了四个不同方向的门 但高矮尺度是不一样 因为他认为矮的这个部分 就是要让小朋友进去的 他说小朋友你给他矮一点 他才会有安全感 很高他觉得那不是他的门 所以真的很奇怪 小朋友真的会从这个门进去 小建筑系列展明年还会继续进行 以小亭子小房子为主题 结合设计创意 拉近都市人的距离 是不一样的 我去做法 反正就会出现 我去做法 设计划意 有了